欢迎回来 社会新闻方面 我们来跟进 单亲妈妈贝拉遇害的后续进展 是的 谋杀案嫌犯 今天上庭面控 不过由于控方还没有收到解剖报告 因此案件还不能够申请转移到高庭 贝拉的家属在法庭外拉布条 希望案件能够尽快移交高庭审理 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死者的母亲受访时透露 他们会代为照顾贝拉两名年幼的孩子 但是看到孙子 他就会想起惨死的贝拉 让这一名老母亲相当悲痛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涉嫌杀害柔佛单亲妈妈贝拉的 24岁男子莫哈默海卡 今天被押上巴珠巴侠推示亭 面对谋杀控罪 她被控在去年12月14号晚上11点 到15号凌晨5点之间 杀害32岁的女友贝拉 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谋杀案属于高庭的权限 不过控方今天告诉法庭 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解剖报告 因此暂时不能申请把案件移交到麻坡高庭审理 法庭因此责定案件3月11号重新过堂 贝拉的亲属今天也到法庭外拉布条 她的母亲表示会代为照顾贝拉 两名只有2岁和4岁的孩子 但是每当她看到孙子的模样 都会想起惨死的贝拉 家属希望法庭尽快为贝拉讨回公道 冰城引君子向母亲要钱购买毒品 加上不满意家产分配 愤而殴打和恐吓母亲 还放话要点燃三个煤气筒炸毁屋子 这名男子今天被押上乔治市法庭 面对四项控罪 45岁的被告Polly Egg 先是被带上乔治市地平 他被控在2月13号晚上7点 在青草巷公寓用藤条殴打69岁的母亲 抵触刑事法典324持卸商人条文 并在326-A条文下同读 罪诚可监禁不超过20年获罚款 或鞭吃或其中两项刑罚 被告否认有罪并要求保外候审 不过法庭认为被告涉及的罪行严重 加上他和受害者同住一个屋檐下 因此不批准保外 被告随后转移到乔治市第一推示庭 面对两项控罪 包括用手殴打母亲和出言恐吓 抵触刑事法典323蓄意伤人条文 以及506刑事恐吓条文 罪诚可监禁 最高7年获罚款或两者监失 被告同样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被告以7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而在另一个推示庭 被告被控在2月14号清晨6点 在东北县警察总部 毒品罪案调查组办公室 西石冰毒 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15-1-A使用毒品条文 罪程可监禁两年获罚款 被告也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被告以2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不过由于地庭率先禁止保外 因此另外三项控罪的保外批准作废 被告必须继续被警方扣押 法庭则定持卸商人 蓄意商人和刑事恐吓案件 在3月19号过堂 毒品案则是在4月24号过堂 登加楼一名男子因为二度优惠 成为登加楼一刑法 在2022年修正之后 第一名被判鞭吃的人 根据控状42岁的建筑工人莫哈默阿芬迪 在今年1月25号和女友在一家商店内优惠 抵触2022年登加楼一刑法修正法令第31-A条文 被告扶手认罪 并表示已经忏悔 也计划和女友结婚 加上她的月薪只有2000令吉 希望法庭能够轻判 伊斯兰法庭最终判处鞭吃四下和罚款3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就以监禁六个月代替 编织刑罚将在上诉期结束之后才执行 在此之前 被告曾经在去年7月11号 第一次被判优惠罪程 罚款2000令吉 被判优独当她撥杀了 除了几遍 编指约